59. 中國企業報 從硬到軟機場行業者互聯網加特為 2015年7月14日產業公司十張龍作者 本部機者張龍工業水平看裝備製造業 裝備製造業水平看機場 這句話不斷地被驗正像 作為裝備製造業的基礎 機場行業正在面臨著經濟下行帶來的考驗 中國機場行業已經高位運行了不少年頭 從2012年、2013年開始有所低迷 河南一家機場企業中層領導高數機者 2015年1月至5月 全國機場工具行業累計完成出口交貨值182.04億元 累計同比增長4.18%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特別顧問蔡維茨表示 機場業儘管形勢很困難 但今年增速是高於機械工業平均水平的 中國機場工具工業協會常務副理事長 兼秘書長陳慧仁珍表示 2015年中國機場工具行業有望走出客行區間 預計行業整體發展狀況將與上年持平或小幅增長 互聯網家軟硬結合在傳統的印象中 機場企業的車間佈滿了硬幫幫的設備 而互聯網家的介入則為這車冷冰冰的機器帶來了一絲柔軟 今年兩會期間 一位企業家爭在私下場合向記者抱怨 實施互聯網家、像機場等製造業企業 最大的問題在於工業自動化下 從軟件到硬件有一種系統性滯後 沒有資金、科研的保障 讓機器插上互聯網的翅膀完全非常起來很難 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已經為製造業轉型升級制定多項支持計劃 2012年7月 國務院印發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的通知 將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 七大產業列為國家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 並把脈聯網、雲計算單獨列為重大專項工程 已經出台的中國製造2025 將互聯網和製造業的結合作為 未來製造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江蘇陽力集團董事長林國富表示 新一輪科技變更中 各國都在研究如何搶佔新一輪發展制高點 今年兩會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與互聯網加戰略 是將互聯網與傳統製造業進行深度融合 以智能製造作為切入點 通過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的前十年驅動 實現我國有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推進的重大轉折 江蘇陽力集團在國內機場製造行業首推的 PMS充壓製造執行系統 通過在企業內部生產製造體系兩年多的成功應用之後 首次除產品配套投放用戶使用 標誌著互聯網加揚力充壓設備 以進入大數據智能化信息平台 實施市場化運營 這次新常態下報入中國製造2025和互聯網加 新時代以來 中國機場工具製造領域的一項重大突破 浙江一家企業重陽力靠進兩套配有 PMS充壓製造系統的自動生產線 設備靠脂肪企業總經理在出差途中 開會間跡等任何場合 可隨時通過APP手機終端 了解設備狀況及系統運行情況 大型股風機的提供商陝西股風機公司 瀋陽股風機公司等都在自己的產品上 加裝了傳感器和在線監測裝置 通過互聯網落在線實時監控設備運行狀況 提供遠程服務 這整互聯網的轉型所需的資金是巨大的 4月份 瀋陽機場發布公告稱 以無之33億元加速智能裝備轉型 硬件形顯不硬林國富認為 以德國工業四為標誌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同伴興起 國際仍來的以信息系統為基礎 以高度數字化、網絡化、機電融合為標誌的 第四次工業革命高潮地起 但作為製造業的基礎 機場的不少核心零部件仍需依賴進口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機者 此前曾有領導視察機場企業 經過詢問 發現一些零部件要依賴於進口 通常要從德國、日本進口 即便在機場整機部分 也不樂觀 在中國的機場進口國中 日本和德國佔到56%左右 分產品來看 高端數控機場 也得佔70% 轉工中心 日本約佔8% 臥式加工中心 也得佔72%以上 立式加工中心 也得佔64%左右 農門加工中心 也得佔50% 俄式掃控車廠 也得佔52% 立式掃控車廠 也得約佔50% 商述河南企業的中層領導向機者表示 中國機場行業和世界比 或是有差距 國產機場的核心靈部件 也需要提高自主化水平 有些機場看起來和國外差不多了 但在精度、速度、可靠性等方面 或是有差距 陳惠仁珍表示 高端機場必須經歷能做 做好 做出市場競爭力三個發展階段 行業過去十年的幾大成就之一就是實現了高端機場從不能做到能做的跨越 但這只是一個過渡階段 還必須老老實實地跨過做好和做出市場競爭力這兩道坎 楊力集團有關負責人表示 人工智能衝擊傳統製造 中國的數字化製造 人工智能 機器人技術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 策略 城市場競爭力 有 楊力集團 酷